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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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挑战 我们的挑战有好味道不添加的 纯真酸牛奶独家冠名播出 纯真做酸奶 敢于不添加 欢迎登陆独家网络合作平台优酷视频 下载优酷APP观看我们的挑战完整视频 以及更多网络独家幕后花絮 优酷会员抢先看家长特别版 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 我们立足家庭和社会 背负着压力和使命 却常常忽视了自己 甚至只有当我们倒下了 才开始了解自己的身心 我们的挑战有好味道不添加的 纯真酸牛奶独家冠名播出 纯真酸牛奶不添加香精 色素防腐剂 不添加也有好味道 本节目机器人小V由华帝特别提供 华帝高端智能储电 智慧家更爱家 具体还不是特别了解 我没有去测过 我也不是很清楚 去指高一点 我全正常 我还挺正常的 有时候可能会多想 电问题都没有 不存在问题 存在选择困难 选择困难 我这绝对是 没测过不好说 谁会对外说我心里有问题 感觉不舒服了 才可能去医院看一下 年轻人很少在乎自己这些问题 周边的朋友 没有定期体检的习惯 一年前 他一次会定期体检 因为身体肯定是第一件大事 有什么事 本期节目正是健康问题 六位挑战者将接受身体和心理体检 通过他们的抽样个例 来认知每个人身上都可能隐藏的问题 我有什么 没问题吗 有问题吗 没问题 由我来给大家揭晓今天你们的健康指数 你的血脂高了 尿酸高了 脂肪干了 还有就是你的胆固醇 是所有人里面最高的 健康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学会 关注自己 问问自己 你真的还好吗 在之前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 非常详尽的身体检测 来先做一下一般检 身高体重 身高也要说 是吧 我身高不是保密的 鞋头了 对 谁说我一七零了 我是一七二 我怎么是一七零啊 你写错了 我屯围围超性感的 我告诉你 你小心一点 开玩笑 我人生最大的优点就是屯围了 我屯围没爆了 他们谁过来测过了 雪 雪 小轩 他多高啊 那 我告诉你 不能说啊 宝密啊 我跟你说你这机器要 量我不到一米九 就证明机器坏了我跟你说 好了下来吧 咋跟我上大学的时候量的不一样呢 机器真坏了 我对外公布的是一米七四 其实我知道我没有 好了你太高了 你太高了 就到一米七四就好了啊 你现在身高多少 身高 嗯 嗯 一米七二 一米七二 体重 体重啊 嗯 你就写X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是数据 我不想再报一遍 95 95 对啊 你不用紧张的啊 他很小的一种微电磊 不会被击到昏厥棍 你要问我什么 我就是我招 不用给我上电磊 不会电磊 不会 你待会不会电击我吗 不会 他很小的电磊 你觉得我得像科学怪人 不要动 不要动 开始了啊 这个是呢 无创伤的啊 你不用紧张 因为你们前面几个人过来 都说会电一下吧 我说这个不会 前面几个神经病 我是正常人 对 对 对 挺挺挺挺 医生你的发型好 好颠致啊 你们这里每一个医生都烫头发 烫得都好好看啊 你的头也烫过了 真棒 你们三个人是一起在同一个地方烫的头 是吧 医生我的发片呢 在这边 啥都被人掺光了 你有带发片吗 你肯定有带 没有 没有 你肯定带了 你肯定带了 我们也没有 我们也没有 我拿手机给你照的效应 你头发真好 你头发真好 所以毕超是看环子怀孕的 那肚子里的宝宝现在开始踢我了 这不都是我媳妇生孩的时候看的 毕超不是怀孕的时候检查的东西吗 是 我应该不用做这个吧 我没这个功能 你有签 阿姨这是什么 叫张鲜 哦 看下好吗 嗯 嗯 好啊 嗯 有问题吗 没问题 嗯 这个不要紧 怎么了 嗯 没什么要发现 好 今天我们在现场为大家准备了象征体脂的五花肉 每一块是五金 你们觉得你们身上的体脂会有多少 你们可以选择相应的数量挂到自己的名字下面 那全是我的了 我最多就一块了吧 决筵签一个不可能一个你就死了 五金吧差不多了 五金就五金就快死了 起码两个 当然了 五金五金就快死了 我没什么常识啊 我两个杀一不可能三个 我觉得杀一的六个 五个 你看我都八个了 我也来一个 你何止八个 你自己看底下 我把你夹满了 如果还算没钩子 如果没有钩子 还给你夹一夹 精神圈吃饱饭 你是肉摊的 他这个是摆摆摊摊的 摆摆摆摆ls 好我帮大家查一下数 黄晓明4个20斤肥肉 你按照那个宫廷那个报号 来宫廷报号 这正适一点 我来来来 那你做菜间吗 来来来 大医在旁边扶着他的时候 我都感觉沙医是宦官了 说挺好听啊 宫廷报法 黄晓明4个20斤肥肉 刘烨4个沙翼4个软晶天3个15斤 薛之谦2个10斤 我咱们玩查一下 24681012141617个 105斤肥肉 100 怎么算的17个 怎么105斤肥肉呢 85斤 哎呀这没分夸真可怕 我跟你说 我觉得我真的不止 我跟你说腿粗屁不大 我腰粗 不可能 不可能 有可能再加一个 再加两个绝 我这么就20了吗 你可能 结果已经出来了 月月得了第一名 大家恭喜一下 月月体重一共是160斤 肥肉85斤 肥肉85斤 好下面我们请我们专业的医生来为大家揭晓结果 有请医生 医生有请 大家好我是崔医生 崔松医生上海手光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 国家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团专家 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揭晓今天你们的健康指数 先从体脂开始 体脂 体脂 正常的体脂男性是10%到20% 高于20%可能以后面临着一系列的慢性病 太低的话呢 那有可能就是营养不良 哦 第一个 刘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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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体脂按比例算出来是11.9公斤 哦 所以算上应该挂几个 5个 那我少挂了一个去 少挂一个 还有两个比较接近的 黄晓明是12.8公斤 阮晶天是8.3公斤 正好 正好 下一个 你觉得你比黄小平多还是少 差不多吧 我不是腿粗屁股大的 激动什么 我是比较苗条的 腰细 你那叫腰 你15公斤 15公斤肥肉 我不是腿粗屁股大 还有一个人太低了 薛志谦 你只有6公斤 挂两个差不多 风一挂就挂 在上海这个城市要抵御台风的话 还是要稍微多刺 多刺点吧 我为了一年一度的台风 吃谁那样 吃谁那样 这是龙卷风的等级 我这样很恶心吗 我多少医生 你啊 你挂了多少 我挂了12个 12个吧 你觉得多了少了 还不够 哈哈哈哈 下面就用上了吗医生 那我不想活了 没那么多 你就13 云云峰你是32.7公斤 肥肉啊 肥肉占整个体重的三分之一还多 65斤肥肉 我的天哪 真的要锻炼了 好恶心啊 觉得65斤肥肉 其实呢 光看这个肥肉的多少 还不是最关键的 我们在座的这几位里面 有一位是身材看得挺好 但是肚子上长肉 谁 还是我吗 该不会是我吧 我就应该我们仨中间 所以说您直接公布吧 刘烨 刘烨他是一个看不出来的 但是他的腰围已经到100个厘米了 你今天撩开看一眼 撩开看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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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撩grow你 ka 摸一下摸一下 到处比要紧了 你原来一直是装身材好呢 没有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说 男性大臨 90以上 就算多了 所以裤袋越长 盛名越短 接下来我们就要看 各位的身体的各项指标 我们先从黄小鸣说起 你呢 胆固醇 是所有人里面最高的 小明的那个胆固醇 比月月还高吗 对 我是不是因为蛋白质吃太多了 胆固醇不是蛋白质 老婆做月子 你也做月子 我觉得我比她做月子 做得多 你的要紧什么呢 就是内脏之类的先不吃 然后家庭运动 直接说月月吧 血脂高了 尿酸高了 脂肪干了 所以你最好是锻炼 然后减轻体重 但我已经聊了 我去跑会儿了 我 谢之前 我是不是正常的 对 你各项指标都正常 但是太小了 太小了 对 所以她现在其实最需要的是增加肌肉量 她是不是有点女孩的体质是吧 那就用两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先弱 先弱 好娘啊 这个词我还挺满意的 沙翼呢 餐后两小时学堂已经超标了 所以你是有一个健康隐患的 提醒一句的话呢 你现在是38了吧 过了男性的巅峰时期了 熊峰不在了 哈哈哈哈哈哈 这这俩这俩都跟我同 对 这到我那儿 喂你看 你说的这么过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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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有一个笑的特别欢 啊 那人做错了啊 我咋 你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问题 你没问题是吧 我肯定没问题 第一个 你的血糖 空腹血糖5.6 空腹超过5.5的人很有可能餐后已经超标 超过糖人病的标准了 赶紧去医院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父母有没有家族史 我奶我奶奶糖尿病啊 我奶奶糖尿病啊 我爸妈还好 那说不定隔代呢 哈哈哈哈 你又觉得你 大夫大夫你有证吗 我想看看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个 你的假装性也有问题 你呢 有个叫胶质囊肿 听起来很严重啊 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所以说你不是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这体检的指标都说完了 我们还有一项啊 对于每一个男人特别 每一个这个做演员艺人的话 他特别注意的就是你的秃头指数 秃头指数 秃头指数 哈哈哈哈哈哈 那个吹医生 能说换一个好点听的字吗 脱发指数 对对 脱发指数 软筋天不错啊 头发 我家里没涂 然后呢 刚才做头发那边这样子 还在倒数第二位的是刘烨 就是个头缝的地方 稍微有点稀疏 毛囊有点退化 其他都还可以 这头发白 嗯 白白 三四名的就是黄晓明和薛之谦 啊 我头发 头发指数还好啊 还好啊 薛之谦 别看他现在头发 但是他头发其实特别油 是 他圆都特别油 就我头发油 而且我脸上身上都容易出油 这是个什么毛病 他不洗澡 他不洗澡是个什么毛病 掉头我父母头发都很少 然后我头发又油 其实呢按照时间来发展的话呢 你是第一名 但现在呢因为你年轻 所以你排在倒数第二 也就是说 还有人比你的头发退化的厉害 你今天查出来的头皮是典型的 脂液性的 脂液性的 油脂分泌特别旺盛 像我们这个头发 有没有保护的方法 保护方法就是你 首先你得降自自己的出油啊 你体重降下来会好一点 第二个还有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精神压力 精神压力一大 头发就掉 那改不了 我们就 接下来要给大家做个排行榜 我确实今天精神 我不行了我的胃难受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 录制现场突发意外 我胃不舒服特别难受了 我手都有转 我一直是忍着的了 薛之谦忽然胃痛男人 于是导演组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其实早上发 早上现在是最近发现的 但是我想跟该人过去 中间实在能够吃 是啊 我其实一直看着 一直看着 一直看着 胃不舒服怎么办 胃可胀了 原来 他一直在强忍疼痛 坚持录像 五位兄弟非常担心千千的身体状况 于是急切地和他视频连线 千千千 怎么样 脸色霎白霎白的 怎么看着你 你还好吗 坚强 坚强好起来 你看着更瘦了 我不好意思 我先脱队了 我急性肠胃炎 加前两天的低烧一直烧着 没治好 我今天彻底把它治好就好了 好好睡觉 那个千千 我想你的 好好睡觉 然后听医生的话 会好起来的 这一刻 六个兄弟心细彼此 希望千千能够早日康复 加油 拜拜 崔医生 虽然千千不在 但他的问题 你还是得要说出来的 将来我们可以放给他听 我们今天早上说你们 血脂高 都是过剩引起的毛病 但是薛之谦跟你们是相反 他是不足引起的毛病 就是因为他的体质 这样相对比较弱 体质过低的人 他往往要造成自己的免疫力的损害 为了追求美而损害了身体 所以这些人群一定要去均衡他的营养 增加营养素的摄入 让自己的体质达到正常的范围 其实对身体更有利 有了病咱们得看 而且有很多的方法 给你们每个人设计一个健康的方案 咱们先来对自己的身体先加把油 好好好 大家都知道这个果蔬汁 又好喝又营养 而且如果把果肉果泥弄进来以后 还可以通过代谢 代掉一点我们多余的胆固醇 脂肪之类的 接下来我们就是通过一个答题的环节 然后来喝这个果蔬汁 那么我这边有题目 大家听到这个题目以后 就抢那个道具五花肉 抢到的人才能回答 在回答问题之前 你先指定一个套餐 如果你答对了 你可以指定任何一个人喝 如果你答错了 只能自己喝 好 好 我们答题前要先抢 抢到才能答是吧 对 没有一个好喝的 我估计 接下来题目啊 在中国 医疗的求助电话是多少 开始 开始 还给我 好 你现在可以选个套餐 变色龙 好变色龙 说错了你就自己喝了 您问的什么问题 在中国 医疗的 急救电话是多少 110 医疗的 所有的那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家里边如果有人生了病 或者是需要就是治疗的话 请拨打120 不是 120是那个急救救 120是救护 救护电话 我告诉你 但是不要我让我喝 嗯 99 呃 刚才那期也不对 你改吗 啊 你改吗 12 12 对我听见了 信我 是那个医疗是急救是吧 啊 急救120吧 确定 99 叶子 我跟你说 嗯 我跟你说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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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120 确定了哈 好 那回答是 信我 那回答是正确 哈哈哈哈 那你这个变色龙 你准备自己喝 还是给别人喝 小鸣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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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什么东西 你这好东西好东西 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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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莓 哇塞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 你可以选那个 没有 变色龙的名字 白菜黄瓜草莓 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很多的 维数C 黄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 圆白菜 有助于提高人体免疫力 草莓 有助于维护上体组织健康 草莓对身体特别好 真的 黄瓜是一点都不怕 我的 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不用你直接在嘴巴里面嚼啊 你就不用不用加汁了是吧 啊要加汁 他直接吃也行 直接吃更好 因为你炸这儿以后没有纤维素 我们第二题 九头身 九头身知道吧 知道 黄金比例 请问 等一下九头是越 头越多越好 什么 就是头的 什么叫头越多越好 是比 九分之一 九分之一 头占全身的九分之一 所以头其实越小越好 请问 你们当中最接近这个比例的是谁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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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要在中间 九头身 最近黄金比例的 应该你自己 你自己 我觉得叶子也像 我呢 下辈子吧你 答案给之前 先选一个 哎 初恋的感觉 行 小天 好初恋的感觉肯定不错 你好东西 什么答案呢 咱俩差不多了 我觉得小天自己也 我觉得自己吧 口说无凭 我们有尺 现场量 我量过我自己 我大概七头 那你不是够啊 那那他已经输了 我1米85嘛 量头就得了是吧 你不能连头发一起量去了 到下巴是吧 22 25也是25 那那你来量他太高了我量不着 哈哈哈 弄不着 你 叶子高但他头他整个头偏长 二二七二八吧 喂 你真的二八 那个我这个那个刚 没有 哈哈 那么好出来是小月月身材比也最好 不可能不可能 他脸短的 23.5 来到小明了小明23.5小明头也头 他是脸长我们脸长了这样这样不公平啊 对你就把我头发按下去了 到下巴到下巴 24我量我量到下巴没错24 这身高多少啊得知道 我不想量 我抱的是1米74 其实我1米7 好来 都躺着啊 高高的啊 走你高高的啊 好高高的啊 等会等会我把这骨头我给伸展一下 你这有用 我已经伸展过了没有越伸展越缩 嗯 嗯 啊 行了走 对叶子你过去点 哇叶子老长 别他们的擦在身上了 叶子老长了 一张的是真高啊 好 嗯 好 好 好 谁啊 我是175小明176 177好吗176多好吗 你也能啥177 你这不176多吗 176176 哎你要不要这么赖皮啊 哎小明哥 其实其实下面 18176.5啊 这个是你 比的 你量的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啊 高高的啊 你高高的啊 你刚才不对 我刚才是长一点快点 怎么又怎么又伸长了 我这还不如刚才了啊 小明是上面的条177 小天186 185 185 185 叶子 188 188 喂 好 量完了 我来宣布一下啊 老沙是7.08个头 刘烨呢 他虽然有188 但是这个脸一长只有6.7个头 黄晓明是7.3个头 哦 还行哎 小月月也是7.3个头 你 哇 哎 最接近9头的就是阮晶天 8.4个头 啊 那这个呢是可以自己喝也可以给别人喝 我喝 怎么啦对不对我喝 凭什么初恋的感觉给你啊 我没有过初恋的感觉啊 哈哈哈哈 我真的没有初恋过 真假啊 啊 那行给他吧 那给他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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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吧给他吧 我都想喝了 那算了还你喝吧 你都想喝 榨汁啊 姜片 怎么还有姜片呢 哎其实喝点姜挺好的 对真的 番茄有助于增加胃液酸度 调整肠胃 帮助消化 葡萄有助于补气血 易干肾 姜有助于驱寒 驱湿 暖胃 这个呢是用番茄 葡萄和姜汁 其实番茄葡萄呢 其实它那个皮啊 还有芳芹 一些红素啊都是抗氧化的 抗氧化就可以抗老化 所以就是年轻的感觉 然后呢初恋的时候 有点火辣辣的感觉 好喝吗 好难喝啊 好难喝啊 你怎么能说难喝呢 这是初恋的感觉啊 初恋是有一点点甜蜜 但有一点点苦涩的 对不对 挺难忘的 下一个题啊 当我们闭上眼睛 捏住鼻子的情况下 能不能分辨出可乐和雪碧的味道 开始 开始 你确定啊 海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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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带 海带肯定是咸的 我跟你说海的味道一定是咸的呢 答案是 能 我告诉你答案是 不能 对啊 这怎么肯定是不能嘛 他这么问肯定是分不出来啊 人的味觉如果少了嗅觉和视觉以后 他就大幅减低 来 我闭上眼睛 那点鼻子你给我拿可乐拿雪碧 我能分 能分出来 真的 有可乐雪碧吗 有有有 来来来 给你玩啊 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我一定分得出来啊 眼睛闭上 眼睛闭上鼻子鼻子 鼻子那个摁上 可乐雪碧能不能分辨出来 喝一口对吧 我能啊 我能啊 好 好咱们就现场试啊 这样行吗 你们都看着点 对对对对 捏鼻子月月 总共三杯 好 哪杯可乐哪杯水碧 月月你这个是纯靠自觉啊 咱们第一杯 你快点吧 好来来 憋死我了 好 好 捏住了 咱们第二杯 第二杯 这刚刚这是雪碧 来 来 来 直接捏住了 雪碧 雪碧 可乐 两杯 两杯雪碧一杯可乐 好 月月你看一看 好 哈哈哈哈 他他他是 他是 是是是这样 哈哈哈哈哈 这个 还是走吧 海的味道是吧 是吧 海的味道 哈哈哈哈 真唱出来啊 小月真喝不出来啊 唱不出来 哈哈哈 我就看着黑 我当我喝了 你如果舌尖上不加上鼻子 舌尖就不行 就是一个碳酸水的味道 对 碳酸水在加上糖的味道而已 没别的 对了 太奇怪了 海带 胡萝卜 柠檬 来 柠檬有助于预防感冒 胡萝卜有助于去痰 消食 海带有助于美容 延缓衰老 来 可以 其实柠檬也是富汗民族C的 是不是太少了 没有 它海带没打 它直接拌在里边 海带一打就没了 好难吃啊 月月 喝杯纯蒸酸牛奶缓缓吧 这样就舒服了 下一题啊 正常情况下 成年人有多少颗牙齿 开始 48颗 46啊 璀璨人生 来 答案是多少颗 那我呢 我也不知道 喂 你只要掰开人家的牙数一下不就完了 数一下 数一下 我看看 我看你牙 我看 我有三颗换牙 我可以看我看快看 我看一眼 哎呦 哈哈哈哈 我看我的牙齿应该都是真的 对数一下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你没把我支持吧 我没有 有人一颗制式没长 有些人四颗都长出来了 那个 应该是32颗 全长满了 32颗 全长满了 哎 如果说没长满的时候28颗28颗 那还对啊 哦 所以这个你可以选择给谁喝 哇 正好 我靠 我靠 这是 姜 菠萝 苦瓜 洋葱 姜有助于驱寒 菠萝有助于清热解暑 洋葱 有助于降血压 苦瓜 丁心明目 给谁喝的 给谁喝 刘晏啊 所以他人生里面最主要是什么呢 想给大家喝的就是苦瓜 对 苦瓜酱糖 我我其实挺爱吃苦瓜的 又他不生糖 生糖指数比较低 不像有些东西一吃就马上变成糖 怎么会辣呢 我就不明白这个 不是你你喝完了我再告诉你为什么辣 好你喝完了啊 我告诉你为什么辣了啊 刚小月也放了三个蒜啊 好 还有大蒜吗 大蒜 好行我看可以 哎 你你是放蒜了 你出那么多汗干什么 辣的 下一题啊 人身上最大的器官是什么 好 开始 屁股吧 那是器官啊 那是器官啊 问题答案是 我听说好像是 大脑皮层展开了巨大无比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 你那说表面积 那是对不对 我现在说最大的器官 就是大肠 我跟你说 大肠错了你喝 是不是 我知道 肺 你喝 脑子 全错 怎么可能 人体最大的器官是皮肤 那不是器官 是器官 来 来来来 这三 还有三瓣蒜 等会儿啊 这是刚才我的迷糊 葡萄大蒜生姜柠檬 来 葡萄有助于补血气 亦干肾 姜有助于去湿 暖胃 大蒜有助于抑制肿瘤细胞 柠檬有助于预防感冒 不错 不错不错 味道好极了 双成剂 经常喝果汁是可以减肥的 对不对 对 是可以减肥 我明天再减肥吧 来 给他回来 真的是辣 眼泪都辣出来了 你就知道了吧 辣 谢谢 特别辣 接下来呢 我们要推荐给大家很多 增肌的这些锻炼的方法 我们一起去练一下 好不好 好 走 走 3 2 1 我们的挑战就是辣步齐 我们的挑战就是辣步齐 走 5 6 7 1 2 3 4 5 6 7 愣着干嘛 这是健身操客 快来跳操了 我们现在先跳一段我要看一下你们的程度 然后准备跟我做 1 2 3 4 5 6 7 8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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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东北来 东北人好喝 哪有爽快 我们进的是老年人活动中心吧 所以现在开始 快去换衣服 进入专项训练 快去换衣服 好了 各位 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 欢迎大家来到健身操课堂 刚才通过对大家的观察 我发现大家 要么就不爱运动 要么就是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动 那其实科学的和适度的运动 对身心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所以今天我会带大家 从热身到体能整个一套的学习 希望大家通过这节课 能够强化你们的身体数字 老师 我的膝盖是真的上的 不是上下 我会注意这个的 你放心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热身做得越好 锻炼的功效就越好 希望大家不要忽视热身 尤其是身体有伤的同学 准备 双手往上 吸气 脚尖抬起来 收紧腹部 延展脊柱 放腿 好 向下 把我们的脚向前迈一步 到中间 然后 双手上举 身体向前 踮脚尖 高位起跑 这个锻炼你们的大腿肌肉 小天不错 小明膝盖上就后腿放下 后腿可以放下 脚尖垫起来 脚尖垫起来 肚子收回去 肚子收回去 接下来一个姿势呢 用你的右手去抓你左手的脚踝 再用左手抓你右脚的脚踝 把你的头 从你的左手下面穿过去扭转 穿过去扭转 一步一步地做 先用你的左手抓住你的右脚踝跟我做 每个人都能做到 这个动作能够很好地让脊柱调就回来 脚 月月你来帮我一下好吗 别 来你帮我一下好吗 我真的不行 像一堵墙一样把它顶住 抓这里 不要伤到了 上一呼吸 一二 你来吧 老师他做 一二 走你 老师他太 走你 转 过来了 也不错 好回来 有人来了老师 好了 怎么样 没事吧 掉了好一点了老师 我现在可以回来了 老师他这个输一完之后 应该不得马上运动吧 对你不能马上运动 你要不要躺一会儿在地上 你要不要躺一会儿在地上 感谢你来能让我歇会儿 那老师我换个衣服吧 我换个衣服吧 我马上回来 下地坐下 所有的这些拉伸 都能够帮助你们的血液 加快循环 对于很少运动的同学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 启动阶段 五六七走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痛啊 七 八 往下 走 走啊 走啊 啊 啊 不错不错不错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你觉得自己做的好吗 觉得挺好 还可以再加强吗 不行啊 你快躺会儿吧 别遭着醉了 坐下 其他同学已经做好的 把你们的框打开 小天不错 不错 除了小天之外其他人看很差 为什么除小天之外 因为他这个比较平呢 是吧 你们比较有问题啊 我就一进来 我就发现你对小天偏心 因为小天单身你知道吧 个什么 没有啊 个什么 是吧 现在呢 在你们面前 有六个盒子 接下来的体能训练呢 我们是要分组进行的 在体能训练之前 你们可以先去选一个盒子 三个六 来打开你们的盒子看一下 两个六 一个六 每两个人一组 每当我数一的时候 靠门这边的人就用力 我数二的时候 靠墙这边的人就用力 准备好了吗 开始 一 二 二 加快速度 一 二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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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二一二 老师 你们俩加快准备 五五六 你们俩加快准备 五五六 老师 再做 继续 一二一二一二 老师 再做 继续续续 一一一 干干干干 一 好干 干 好好好 大家都非常好 给自己鼓励一下 老师 我认老师 轩轩 不让我拉他 一二都在拉我 我拉他的时候 他告诉我 我病人 我病人 到我这边 我一使劲 我病人 我病人 我 病人 你轻一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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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人做拍手佛城 啊 啊 哇 这个难了 你能做这个吧 弹阵的那个 跳那个 这可以做这个吧 我试一下 做 杀艺 可以的 可以的 看刘烨 快点 所有人看刘烨 准备走 刘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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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来帮杀艺一把 来来来 哦 哦 谁能抱得动杀艺的 我抱得动吗 你看杀哥太动了 他坐起来的时候 你把他的腰扶一下 五六七 走 哈哈 哈哈 月月也可以坐起来 谁抱得动月月 让月月体会一下 先抱一只脚吧 准备开始 一 二 走 你要看一下 我家里面 现在我们大家完成 最后一项训练 坐在地上围成一个圈 来 我也加入 来 组续成一个圈 别往里了 腿都抬起来 咱腿都不够长 月月在最下面垫着 然后所有人腿交叉 往上叠 往上叠 啊 等了等了 我们作为一个挑战 我们一起坚持十秒 身体抬起来 十秒 起来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好吧 不错 不错 所有人站起来 首先总结一下大家在前两个部分的成绩 有非常认真的同学 比如像刘烨 有非常努力的同学 像月月 有本身就很好的同学 像晓明 有总是添乱 但是也做得不错的杀意同学 有带病 但是仍然参加完了训练的薛之谦同学 我说我玩了我呢 超帅的 然后 然后体能训练呢 对大家来说有点挑战 可是大家完全比我想象中的好 也希望大家更加努力 我们的口号是 我们的挑战就是 六 六 六 现在我们是要去上海市长宁区凯旋路 六百一十三号 我是安全宣传安全驾驶驶员 那个不是大使 大使你是驾驶员没错 请问这车的开关在哪 这 这 哦 好了找到 这车的油门在哪 你还乱讲你真的真的假的 找到了 哎 咱们还有一个乘客呢 叶子来了吗 来了 是小明开车啊 小明开 对啊 因为他没驾照啊 这不好开啊 走 走起 去这个凯旋路 六百三十一号 走你 走起 慢点啊 左转左转 刚才那老师是真的有肌肉的 他不结实 所以他肉多 但其实 吊头 其实这个女孩子是特别有力量的 有力量的 他那俯卧成那跳那有 对啊 他女孩子可以做俯卧成跳的 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 你是不是贝贝也喜欢运动 他喜欢 但是他练得少 就是平时比方说像那个 他就喜欢拥有 滑山什么之类的 嗯 不行 他不然 他喜欢动 但是他不喜欢运动 但你练健身 贝贝不可能跟你一起练健身 嗯 我每次在健身房健身 他就在旁边坐着打游戏 哈哈哈哈 快点好了 好了 好了没 吃手 哎呀 你家伙 好 对这啊 嗯 让你停这 哎呀 好了 当代艺术馆啊 好 球鱼场 还可以 我们演观众 你看 给咱们的位置 嗨 哎 这我那个 让咱们坐这儿 箭头 哎 月月讲相声 来 就是就这样说啊 不然呢 谢谢大家百忙当中来这听相声 不忙不忙 好 好 好 不是观众带捧根 这我实在是没法演 那个 咱俩说这 对吧 我我倒也想说 但我不会啊 愣来好不好 来 太来了 那黄小明平时也够愣的了 也 也不怕这一下了 你说 这样 说 他有个秘诀 应该是就是啊 我呀什么是吧 他有几个 他教他几个就是 对对对点 给告了 请大伙听段相声啊 对一个人说那叫单口相声 两人说那叫双口相声 我还没说呢 这不是你刚叫的吗 不是捧根的别那么多话 哦 哈哈哈 谢谢啊上次台来先做一个介绍 我是相声演员小月 我是相声演员黄耀明 谢谢谢谢 谢谢各位 呃 不管在哪演出就这会儿 其实应该有掌声的 我不知道今天是为什么 今天是因为可能我长得好看了点 所以大家都看呆了 所以就忘了鼓掌了 是是是是是是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 是是是 那个感谢大家的到来啊 其实我不愿意跟他在一起说相声 这个人呢 智力不怎么行 没有没有智力 对不对 对对 哎我们我们一般那个智力 都是都是好几好几好几千 T呀什么他是零KB 他这个人呢 基本上都是都是个弱智 承不承认 不承认不承认不承认 不承认不承认不承认 不承认不承认是不是 你捧跟着都得承认 你知道捧跟着的人说什么 对我呀 是 你来来你来 哈哈 这这主题适合小朋友 哈哈哈哈 是是 还不承认自己弱智 不承认自己傻 承认承认承认 你不能承认 不不承认不承认 不能不承认啊 不承认 这样吧我出道题考考你好不好 啊说 说 什么东西 飞驴飞马 骡 小天说骡子对不对 对骡子 骡子像驴又像马 是吧 不对 牛 他像马 他差不多 牛怎么能像马呢 牛挺牛 嘛 你就猜不到就完了 啊好猜不到 我告诉你 刚才跟你说了猜不到猜不到 你就先按个猜牛 啊好对对对 哈哈哈哈 累哄了 哈哈 什么东西 飞驴飞马 答案是 企鹅 为什么是轻啊 因为他不像驴也不像马 好像老行吗 对啊也行 哈哈哈 你说呀 那我让他说牛了为什么 我让你说了包子都跑了 好谢谢谢谢 哈哈哈 哈哈哈 现在播放的是 由精神科医生提议而制作的精神分析视频 精神科医生经过仔细观察各位的习惯和言行做出了科学分析 饭店偷拍 在吃饭的时候摄制组提前安装了隐藏的摄像机 偷偷记录下挑战者日常的交流状态和言行 在那天吃饭的这个视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软金天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 吃饭有摄像头啊 啊 天呐 沙翼第二个来到现场的 软金天去拿水的时候 也给沙翼去拿了一瓶 他是一个施主的暖男 时刻关注着周围的人 观察着他们的需求 给予自己的温暖 刘夜是第三个到达现场的 在五位全部到达现场以后 故意的去寻找一些敏感的话题 来制造一些话题中心 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讲 我推测他是 对领导或者说对权利有一定欲望的人 这一天薛之谦他没有来吃饭 而且这顿饭相当于是有一个开机的 特殊的含义在那里面 但是他还是以睡觉的名义去躲避 你胡佛八道 他对权威啊对领导这一块有一种畏惧的感觉 我一定是生病了 撞车头拍 我的天哪 十秒钟 十秒钟 不知道他们录像的 我完全不知道 这恰恰说明他在紧急关头 还能够很有礼节性的 我们推测他平时对女性是非常非常温柔的 另外一位明星是阮晶天 哎呦哎呦哎呦天哪 怎么鬼啊 动作非常非常的迅速 立刻就一把拉住了工作人员 我推测他平时是非常喜好反应速度的那些运动 发理室偷拍 刘也在进入发理室以后 他能够非常迅速地发现了女医生头发上的范围 不好意思 有个大眼的范围 那么在这样一个顽皮的表情当中 我们可以推测 他平时生活当中 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些细节 来展现他内心小孩子一样的性格 第三位发现范丽的明星是薛之谦 他是最快的一位发现头发上有范丽的那位明星 稍等 里面像镜头 要把饭拿下来 饭都吃到头发上了 你说是不是很尴尬 从这样一个角度上来讲 第一他是一个观察力非常敏锐的人 第二他又是一个非常有表演欲望的人 时时刻刻希望吸引别人的目光 小女孩偷拍 干嘛来了宝宝 跟谁来的 我妈妈叫我在这里等 妈妈一会儿会过来的 坐着等着 跟叔叔坐着等着 体检当天 设置主安排了一个小女孩 在休息区出现 并设置隐藏摄像机 暗中观察挑战者 面对小女孩的反应 我们可以看见 黄晓明是带着那种孩子气的口欲掉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 我是哥哥 晓明哥哥 目光当中充满着温柔 从这些细节当中 我们可以推测 黄晓明是一个非常非常喜爱孩子的人 当小女孩走过来以后 刘烨其实和她的主动交流是非常非常少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她和小女孩的交流开始逐渐的增加 她眼中的目光开始变得温柔 我推测 刘烨在亲密关系当中 她是一个被动而且慢热的人 薛之谦在录作以后 迅速的四周的观察 这说明她保持着非常高的警觉性 当中有一个细节 我们可以看见 间谍珠 她从小女孩非常凌乱的语迹当中 就推断出了 这个小女孩是设置组特地安排过来的 如果我走了 她就是会 有医生把你过来带走 带到妈妈那边去对吧 对 好的好的 所以你是我们设置组安排过来 坐在我旁边的是吧 好 那你就不要说话乖乖坐着 乖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觉得薛之谦在现场的推理能力 要强于其他人 心理室等待偷拍 在心理车炎室当中 岳云鹏吃东西 这个家伙 不停的走动 我的天哪 基本上就没有停下过 岳云鹏你醉了真的 滚 这段不要播好不好 干什么 推测她对自身的控制能力是比较弱的 我猜测这也是她体型比较胖的原因之一 你没有控制能力啊岳云 这也是她性格当中的一个落点 我一直没有停吗 在心理车炎医生进入房间之前 刘云鹏一会儿把房门打开一条缝 一会儿又拿了一个玩偶 自己跟自己做游戏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见 她的儿童态又出现了 她内心的那个小孩子又开始冒了出来 神经病 这是个神经病 没有 下面请倪晓东医生 大家好 倪晓东医生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 副主任医师 心理治疗师 催眠治疗师 今天我是带着你们所有的 心理测验的结果过来的 你们之前已经做了国际上最常用的 最权威的韦市智力测验和韦市记忆测验 智力测验分为 木块测验 填图测验 强试测验 理解概括能力测验 下面给你看一张图 看十秒钟 看完之后把这个图的内容画在这里 给两个一样吧 一样的是吧 嗯 下面来拼啊 开始 这我不会 这个 这很难啊 这个很难 不难的 试试看啊 你能给我两天时间吗 下面给你看一张卡片 上面二十样东西 给你看一分半钟 你把它记住 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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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香蕉 猫 老虎 鸭子 羊 斧头和巨子 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 你把它共同点概括一下告诉我 斧头巨子都是 砍木子的工具 都可以用来断木 其他的什么概括可以说出来 演呐再说 就感觉我好像心里有问题了 我不能告诉你 都可以成为凶器 鱼靠什么来呼吸啊 鱼 二嘴 鱼靠什么来呼吸啊 塞 一天当中什么时候人的影子最短呢 中 人体中有哪些种血管呢 动脉 静脉 毛血管 北风为什么比南风要冷一些 要凉一些 你知道远近的事 冰和水同样大小下哪个重哪个轻 同样大小 水 通过这些测验呢 我们得出了每一个人的智力 测验的结果 先来说一下 第三名的得分是94分 是 杀意 这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 这是高还是低啊 一般我们正常人的得分 是在90分到110分 如果能够超过110分 已经是非常的聪明了 超过120分 那么智力已经是超长了 那医生 杀意是94分 对 90分是低是吧 那我100 什么玩笑 接下来我来说第二名 第二名的 对 得分是102分 是 黄晓明 哦 比他聪明 我一般都是二 接下来我说的是第一名 第一应该是他吧 小天 不是我 我觉得是我 为什么没有人说我呢 你是第五小天第六 第一名的得分103分 是 刘烨 你干啥 当当当当当的当当当 你也就比我高一分而已啊 你有这么聪明吗大傻哥 接下来三位呢 那分数我展示就不公布了 很快丢脸 公布公布 那你就说最后一名是谁吧 这样吧 给你们准备了几道小学的数学题 我数学不好 我数学超级差 试一下吧 1000加上40 再加上1000 再加30 再加1000 再加20 再加1000 再加10 总数是多少 4100 不是 5000 5000 好 好 刘烨是第一个答对的 也是速度最快的 4100 4100 5000怎么来的 约你那时候 1000 加40 1040 再加1000 240 再加30 270 再加1000 再加1000 3070 再加20 3090 再加1000 4090 再加1000 再加100 再加10 这不是4100吗 你没法聊的吗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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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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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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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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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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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这是个世界啊 这是 这是沙依心中所展现的世界 可以看到 她是非常注重一个田园生活 注重一个家庭的 但是呢 她一直在权衡 家庭和工作之间的 这些的比重 沙依展现的是一个 非常沉稳 成熟 理智 也会很尊重 其他人的意见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薛之谦的 干完了 你就这么吊儿啊 好孤独啊你 在这个沙盘当中呢 我们看到了 一个很孤独 但是有内心 充满了警觉的你 她把她很多内心的伤痛啊 全都是自己埋了起来 这个人物 她是一个动画片里面的 但她这个人物比较像我 就是无所谓 就活到今天什么都无所谓 没关系 而且 她还始终地去防御着 周围很多带来的敌意 我给她的标签呢 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月云鹏的 这特别像幼儿园小姑娘摆出来 藏着一个小女孩 小工具 在月云鹏的沙盘里呢 我们看到了是一个非常炼家 也是非常追求平淡生活的一个人 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 奋斗的 在事业上拼命打拼的一个月云鹏 有点不一样 所以我会觉得 月云鹏其实内心 有点孤独 而且呢 很需要别人的支持 我会给她一个标签 有着一颗玻璃心的小孩 很敏感 很脆弱 很期待着 别人给她阳光 需要人疼 去温暖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阮金天的 阮金天的这整个沙盘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她是一个非常期待爱情 非常期待家庭的 但是呢 她始终感觉 需要有一个外在的力量 能够给她安全感 能够保卫她的爱情 和她的家庭 阮金天在整个测试当中 她所展现的一个心理状态啊 是你们六位当中 最好的一位 她很温暖 很阳光 很舒服 我给她的一个标签呢 是内心住着小天使 她应该是 内心比薛之谦 更期望世界和平 所以薛之谦那是假的咯 好尴尬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黄晓明的 他在摆这个沙盘之前啊 在沙盘架前面 足足徘徊了将近有二十几分钟 哇塞 一轩这是作秀 他在 就就就好玩的东西太多了 你知道吗 都觉得都挺好玩的 也就是说 他有的时候有点优柔寡断 犹豫不决 整个沙盘当中呢 展现的是 他非常注重家人和爱情 很期待和自己的家人 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而且呢 他也放了很多守卫 他对自己又充满了一些不安全感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成熟的你 但是有的时候 在妈妈眼里 你永远都是小孩子 我给你的一个标签啊 你们在沙盘测验当中呢 或多或少体现出了一些问题 结合了其他的一些测验的结果 我将对其中一些个别的问题呢 进行一个重点的分析 和进行一些心理干预 刘燕 你请到台前来 我有一些个人的意见和你交流 刘燕 我在你的测验 以及平时的一些节目当中看到 你性格上的两面性 表现得非常的明显 有的时候呢 你显得很高冷 表现得不合群 而有的时候呢 你又表现出调皮捣蛋的一面 显得有点幼稚 我给你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场景 来帮助你更好地体验一下 你的两面性 爷爷 爷爷 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啊 您可不可以在这儿坐一会儿 我最近在做一个作业 有关于你是最近以来 第一个还活着在世 得到终身成就奖的演员 所以我想要做一本 有关于于您的传记 您能不能有一些问题 帮我解答一下 可以 我知道爷爷的这一生啊 很精彩 那我想替爷爷做一个重要的回顾 爷爷您 人生当中 有哪几个很重要的阶段啊 没有 爷爷这一生啊 其实是三个阶段 红的阶段 不红的阶段 想红的阶段 哦 爷爷的这一生里面 事业上升的阶段 挺红的 还有微薄的红人阶段 以最后一个暖心爸爸阶段 是这样子吗 那在2003年闹非典的时候 全国剧组都停了 听到爷爷您还拍了九部戏 五部电影四部电视剧 当时是什么信念 支撑你那么拼下去呢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 最重要的应该把作品 展现给大家 其他的 没有 哦 九部戏算什么 当年我上过一个真人秀 叫做我们的挑战 我都活着回来了 可不可怕 哦 爷爷我明白了 所以 当时您那么拼下去的原因 就是为了刷一个存在感啊 好 你不用说 我知道的是 那 爷爷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您在 微薄 担任社长 听说做得比演员还火 那是什么社来着 这你都不知道 火花社吗 这么有名不知道 微薄最红的就是我了 一直到那个叫薛之间 出来写段子为止啊 被他干得死死的 哈哈哈哈 爷爷不能打人啊 那是我 我就有个问题想问爷爷 那个 那个 你等一下 墙上趴着是苍蝇 蟑螂 哎 爷爷啊把那苍蝇啊 去拍死他 哈哈哈哈 哎 苍蝇被走了 哈哈哈哈 微薄挺简单的 嗯 比拍戏要容易 让自己不用拍戏 风里来雨里去的 得到一些关注 但爷爷毕竟是演员 不像有些人 他只靠微薄啊 明白 所以那个时候 您跟这位薛之间 算是死对头了 那您有这么多的粉丝 您还会看他们的评论吗 那您有这么多的粉丝 哎 等会我的内心在说话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说呀你 我那个本上写的就是放空中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当然了 我很在意别人的评论呢 我一般都是要看的 看到说我好的 我特别开心啊 看到说我不好的 我就想揍他 他说的有些话啊 不对 爷爷自己啊 老是想 显得高冷一点 但是呢 别人夸我的时候啊 你可不知道啊 哈哈哈哈 睡不着觉啊 哈哈哈哈 别人骂我的时候 你可不知道啊 你可不知道啊 睡不着觉啊 睡不着觉啊 牙都咬碎了 那是一宿一宿的 睡不着觉掉头发呀 行 那爷爷 那我还有个问题 您和我爸爸 一起参加过真人秀 很多人都说 你靠爸爸又火了一次 您怎么看 靠儿子火 还好笑了 说我靠儿子火 那你不看看 那个杀衣 要是没他儿子 还在哪呢 杀爷爷他是俩儿子 对 确实受到很多关注 爷爷当时啊 心情也是这样 就觉得呢 这个事挺好 相不一样 哎很很容易 但同时呢 心里边又很烦 就觉得这种东西呢 不是自己的 爷爷啊 跟那个杀 你杀爷爷比 毕竟是演员 明白了 那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您在参加完节目以后 得到那么多的好处了以后 那为什么不让我爸 去娱乐圈发展呢 哎 孩子就是孩子 学什么艺术啊 他后来去学了美容美发了 我 切 你讲了吗 切完了 就他能切 我不能切啊 我切一回不行啊 我都背那么多茬了 我 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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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爸干什么 很矛盾 嗯 但是干这行呢 爷爷很担心自己的儿子 怕他没有爷爷的坚强 这行需要心里边很强硬 很硬的 才可以 人面对东西太多了 所以您觉得 做咱们这一行的 得心理状态很坚强 所以你基于想要保护爸爸的心态 所以你没让他尝试 是这样吗 对 我觉得爷爷你超厉害的 一会带你去吃棒棒糖 虽然说这是一个情景剧 对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都是我其实 一方面是其实维持自己的一个骄傲 另外一方面呢 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孩子式的 一种单纯的一种反应 这两种东西在我心里边都很强烈 很多人呢 他的性格上都有两面性 这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 但是呢 如果这个问题被无限的扩大 又得不到及时的处理 就会变成了一个心理问题 其实不太会跟别人相处 然后我自己已经十年 在不工作的情况下 不跟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接触 有时候看不惯别人的时候 特别想反应出来 就是控制不了 医生让你很明白的就是 你看到自己 原来我是这样的 马上就客观一些了 马上就冷静一些了 我觉得挺好的 那块让我感触挺多的 其实 我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通过这个有趣的 我们给刘烨量身定做的这个场景 可以联想到自己 当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能够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 编盘 来 不应该结束了吗 你解不开我的心结 我没说要解你的心结 在此之前 我给了你一个标签 你有点玻璃心 你在台前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 也是非常能说会道的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 其实你有一部分 是和薛之前是有点像的 那种孤独的东西 那种奋斗的东西 你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 加上你自己不懈的努力 有了今天很辉煌的成就 我做心理是一对一的 那么今天现场呢 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在 你的兄弟们也在 所以今天我特地准备了 能够让你独处的房间 帮你去释放一些内心的压力 好吗 好 来 你跟我来 这里有一个很单独的小房间 你可以很安静地在里面 静静地沉思一下 过几分钟 我会来问你问题 估计你现在说话 他都听不见 叶云鹏 你想的怎么样 好 我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上次我跟你做访谈的时候 那一天我看到了一个 特别疲惫的你 最近一段时间啊 你自己觉得你身体状态怎么样 不好 不好 是吗 嗯 我需要短期内没有任何的工作 这一年里我只休息了七天 但是我还有一个毛病 就是一闲下来就觉得自己没有用 你很担心自己被周围或者说被这个世界所抛弃掉 是吗 很矛盾 很矛盾 就比如说工作 就很累很累 就特别想好好歇几天 比如说有三天的假期 然后歇到第三天的时候 心里就毛了 就为什么让我休息 是没有用了吗 是没有价值了吗 是怎么样 反正很矛盾 但是现在急需要休息 需要深度的睡眠 然后去缓解一下自己 其实说相声呢 能够成为一个综艺咖 能够去录制真人秀啊 能够去参加各种节目啊 其实很难 那么是什么在支持你 我这几年在圈里碰到过很多人 他们都很照顾我 都很喜欢我 尤其我师父这么多年 他有很多社会的舆论 他有很多压力 可是 他对我真的好 他给了我太多太多 我媳妇他给了我一个家 他帮我照顾孩子 照顾我妈 他帮我处理我工作以外的事情 他处理得井井有条 那么你觉得 你为他们所做了些什么 付出些什么 我为他们做的就是 我不让我师父生气 不让我师父就是 为我操太多的心 因为我怕给他找事 我怕 真的会怕有负面的新闻 我也会跟朋友喝酒 和朋友打牌 虽然都没有赌钱 我就会把窗帘拉上 这是我消遣的时间 我就会怕媒体拍到啊 说怎么样 说小月他赌钱好赌啊 这那样的 他们会 对 现在有可能就结那么一段 很无助 很无助 就是想自杀 就是觉得生活没有意思 抛开一切始终观念 就就就就离开这里 然后 可是我不行 我不行 我爱我的孩子 爱我的家里 就任何一个人 我甚至爱我的工作 我不会选择去自杀呀 去一种去极端的方式 我不会 我想赚很多钱 养活家里 虽然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通过给你做测验 包括我跟你访谈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 一部手机 光在用 老是充不满电 但是呢 还得保持工作的那个状态 对你来讲 某些成人世界的东西 会带来太大的压力 你啊 不太擅长和别人去交往 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讲 你的支持系统很薄弱 除了你的家人 我猜想你的朋友很少 他们给不了你 一个非常全方位的 很及时的一个支持 你始终在孤军奋斗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 当下我就这样 没有自信 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 是是是是怎么样 我台上那些个表情 我说的那些相声那些 那都是我的工作 我没有办法 我不喜欢跟朋友去一起去吃饭 因为一旦到了饭桌上 他们都渴望我去抖一个包伙 逗他们开心 哎呀你为什么不开心 为什么 我说我所有的话都在台上说了 恐惧 恐惧跟他们去吃饭 你要得知道 一个人有的时候 通过团队的帮助 我可以出去吗 也能够让你充满力量 我可以出去吗 好吧 编盘 来 哇你们能看到我吗 我们看不到你 很酷 小月圆同学 我们的挑战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 也带给我们一个新的体验 我一直也很希望小月圆 你能够很好的去加入那个团队 不一定是在这个节目当中 是在你的生活当中 让他们去给你增加更多的力量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他一直让我们鼓励你 抱抱 本来就是一个坚强的人 对不对 对呀 不坚强能有今天吗 不坚强能有今天吗 不坚强 对呀 薛之谦 请大台前来 我有一些话 想和你单独交流 在 你们所有六位成员当中 你是 让我内心啊 感觉 最担心 也是最心痛的那一位 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我让你做沙盘的时候 提到了一个咖喱饭 当时 让你想到了你的奶奶 嗯 如果这些东西里面有一样是能够去代替你心愿的最想要的那个心愿的你觉得大致是哪一部分的东西 最怀念的东西呢就是我奶奶这碗咖喱饭咖喱鸡腿饭 所以就觉得 反正就是再吃一碗咖喱饭 都好 我看着悲伤的你 我脑海当中会跳出一个联想 你一定很多的话没有对你奶奶说完 你还记得奶奶给你做的最后一顿咖喱饭是什么时候吗 我记得了 我 不清楚 占什么样的位置 但是 我猜想 她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人 诶 诶 怎么回答成这样 诶 诶 诶 怎么回答成这样呢 这个心理测试是有问题的 我不喜欢这个测试 一定都不喜欢 所以呢 今天我给你设置了一个特殊的场景 你可以回头看一下 这个凳子啊 上面你可以想象你奶奶坐在上面 很温柔地看着你 之前我想你一定有很多的话 没有对你奶奶说完 你能不能去和你奶奶去说完这些话 不可能 不可能 说得出来 我不想这样 我不肯定 不要不要 我会发疯了 我会发疯的 千万不要 好的 这之前 听我讲一句 因为我会觉得这是你内心的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伤痕的东西 我只不过是希望你能够在一个安全的角度上 去把它给修复 我觉得它对你一生当中影响的东西太大太大 就像我之前给你贴的标签 我的标签是给你的是一个孤独的奋斗者 所以在沙盘的时候 你把很多东西 把一个埃菲贴塔 把一些贝壳 把蛇 全都埋了起来 我知道你内心埋藏的是 有多么多的伤的东西 这些东西 根本不是说一段话 或者埋一样东西就能够解决的 所以 这也就是前面我说 六个人当中 我会最担心你 我也会最心痛 这就是我的担心 这也是我的感受 我觉得 我当时看到那个灯光打下来的时候 我已经基本上快要疯了 但是我觉得 那是我的 自己心里的事情 我不愿意让人看 我觉得我会跟医生私底下 去沟通我们之间的这个问题 我心里是不健康 我从头到尾都没觉得我自己心里健康过 要不然我就写不出这些情歌 要不然我就不会抑郁 对 我们每个人心目当中 其实内心深处都会有些痛 只不过是每个人的痛的东西都不一样 他会阻碍我们成长 但是有可能也会帮助我们去成长 只是看我们怎么去处理 有些人战胜了他 有些人就是没有战胜 我们身体上出了问题 有了病 我们会去医院 但是往往不够重视心理上的问题 或者说发现自己心理上有问题 也不愿意去承认 通过这一期节目呢 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能够重视起自己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 能够及时的找到一个正确的处理方式 国家高速发展 然后每个人呢 可能对于自己的事业都充满了冲劲 所以说同时呢 可能心里呢 也会多多少少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因为做这行呢 一出去就几个月时间 然后吃饭没规律 睡眠没规律 当我肠膜炎的时候 我整个人是烧着 一点都不好受 其实我在外面基本上睡不着 可能那些事实在是太难受了 睡了两个小时 当起来以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的经纪人说 我们回去吧 其实不只是他们 我们每个人身上 都肩负着责任和压力 去常常忽视自己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特别开心的人 后来医生跟我说 我才知道 其实不是的 我太在意别的感受了 就会让自己变得很累很辛苦 其实精神方面的疾病 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 也是不太注意的 他们就像每一个普通人 奔跑在人生这条路上 可我们都应该偶尔停下脚步 多给自己一点关注 通过看我们六个人各自的毛病 问题 然后医生的讲解 怎么去纠正去克服 能够让看电视的人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习惯 这是最重要的 这期不光是给我们六个人治病 也给电视机前亿万观众朋友们 上了一堂课 我觉得很有意义 谢谢医生 谢谢您 我们的挑战就是 3 6 7 感谢纯真酸牛奶独家冠名 感谢华帝高端智能出电 欢迎登陆独家网络合作平台优酷视频 下载优酷APP 观看我们的挑战完整视频 及更多网络独家幕后花絮 优酷会员抢先看加量特别版 本节目独家V2视频 由微精V2联合出品 登陆新浪微博 搜索我们的挑战节目关键词 进入微博互动专区 实时进行互动赢大奖 下载有态度的网易新闻 看更有料直播 看更有料挑战 登陆网邮箱大师 参与写信互动 既有机会让嘉宾为你圆梦 感谢新浪娱乐 搜索娱乐 腾讯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荔枝网国际在线 华硕TV今日头条 苏一代喜马来FM 界面新闻APP360搜索 对本节目的大理支持 下载网易新闻口端 新浪新闻口端 腾讯新闻口端 搜索新闻口端 凤凰凤凤凰新闻口端